要會了 然後在拜習會之前的時候 王毅和布林肯兩個人通了電話 顯然台灣議題是重中之重 究竟明天會從幾個方向來 他們兩個談話會觸及到哪幾個方向 然後會有些什麼樣的一個發展 來預測一下這個政量 目前聽到有六個議題 氣候跟貿易大概是共同的 然後核武跟網路安全是美國要談的 然後台灣跟東澳是中國大陸要求談的 那我覺得選那種時間 因為他選的是美國晚上 然後是北京早上9點 那這個意思就是 美國不認為會有太多的成果 不然他不會排在晚上 而且那個發言人殺旗之前就先 不要期望不要太高 搞不好說期望不要太高 搞不好是故意的 一般是故意的 我覺得 當然他要降低期望值 當然人家就會覺得拜登失敗 不過因為氣候 那個雙方的宣言早就公佈了 所以那個結果大家知道 所以主要是貿易 那貿易的部分 我覺得雙方各自減稅可能性是有 可是不會是很大幅而且全面 美國減稅大陸多買 對 然後大陸增加採購 那美國之前有放一個訊息 我覺得這也是習願意接受的原因 就是他願意放寬學生的簽證 對 可是幅度會不會大到 休斯頓跟成都的總領事館恢復 我覺得恐怕不容易 對 又說沒有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個會 我覺得這個事情反而沒有這麼的敏感 你看這個拜登跟那個普丁的會面 其實兩個人呢 各說各話 也沒達成什麼樣的特別的重大事項 唯一有意義的就是兩邊的使館 外交人員能恢復這個往來 為什麼成都跟休斯頓不能夠重開呢 這個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意義很大啊 意義很大是啊 對啊 那就拜登可能還是在考慮 他不能給人家感覺他跟中國好太快 他覺得這樣上步 好太快 我用的詞叫好太快 要慢慢好是吧 其實那個奶菁你剛剛提到 那個俄羅斯的對比是很好的情況 就是說普京跟拜登 普京跟拜登見事實上沒有什麼大成果 他只是外交恢復正常管道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啊 不過因為對老美來講 俄羅斯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對 已經不重要 已經不是什麼美國的對手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網上見面最大的意義是 雙方不會再急劇惡化 至少 只有這個意義啦 那你我把它定位成叫破冰的會談啦 那你不能說叫春暖花開啦 離春暖花開還相當遠 但是在台灣的問題上面會怎麼樣呢 我想他們兩個人呢 明天呢視訊之後呢 12月的民主高峰會 對 蔡英文應該就沒指望了吧 應該是這樣吧 這個很難講 不一定啊 還很難講 那如果這樣的話 蔡英文還跟拜登同框 那習近平不是被耍著玩嗎 不過我覺得那個沒有那麼重要啦 真的嗎 重要啊 對於大陸來講當然重要啊 又不是實體見面 那你APEC不是也同框了嗎 張宗摩不是也跟習近平同框了嗎 又怎樣了 是嗎 你把它當一回事就一回事 你把他當一回事 我覺得大陸會把它當一回事啊 他就要看他們談得怎麼樣 你還不知道談得怎麼樣 嗯 不然你講的是如果發生的話啦 發生的話肯定之後還會有動作嘛 對 再說嘛 他現在一關過一關 一關過一關 都在打遭遇戰啦 基本上美國一直在放 降低你的期望值喔 英文叫做 Expectation Discrepancy啦 這樣講好了 我本來考80分的 結果我這是考了75分的 老師想說你怎麼推 我本來考50分 這是考60分 你太好了 最佳進步獎 你說不公平啊 他考70分 我現在75分會不會太高 沒辦法 期望降低了 很會辯論的人 在辯論的時候非常吃虧的 大家會覺得你很會辯 那個傢伙一定輸你 今天那傢伙變得還可以啊 結果其實他贏了 你輸了 所以就是美國現在一直在講說 不會有太大的結果啦 只要平和就好了 我們不追求什麼目標啦 其實就是降低期望值 我認為在貿易上 就剛剛講的 美國可能會降低一部分關稅 老共再多買一點美國東西 這個大概會達成目標 而且老共現在 大陸現在很缺糧食嘛 美豬豬肉 非洲豬 美豬現在賣到大陸賣一大堆啊 那地球暖化已經 他們不是已經達成什麼協議了嗎 對 那另外呢 已經發表共同協議了 台灣 香港 新疆 西藏 不會有結論的 美國就說什麼人權等等 大陸就說這是我的內政 你講你的 我講我的 那美國講給他內部交代 大陸講也只給他內部交代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有些問題其實我認為說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結論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從某個角度看 談總比不談好嘛 是 對不對 你說一直不談 這兩個大國一直不談很奇怪 怎麼可能一直不談呢 所以他總要談嘛 對 而且雙方要降低這個緊張關係啦 這點很重要 否則的話在有些地方 他們的放話 彼此之間的放話和動作呢 都一拉高到很緊繃的狀態了 韋翰 你怎麼評估 其實我覺得世界都關注 而台灣最關注 因為台灣的議題很希望知道說 最後拜登怎麼去談 那剛剛梁格講的看法一樣 就是可以競爭避免衝突 顯然兩國領導人願意 來這樣子的一個視訊峰會 前置作業都已經磋商好 你下面的人可以吵 真正兩個大頭 他們在對話的時候 不會吵架的啦 那但是談到台灣議題的時候 習近平跟拜登 他們各自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剛剛薛德在講那一題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雖然趙先生跟梁格覺得說 那可能不是重點 如果中國大陸可以承認以後 台灣從會談之後 不會是會談前的狀態的話 中國大陸應該會比較滿意 包含你對於台灣議題的時候 不要再去講那一些 We have commitment 或者是說怎麼樣 台灣怎麼樣 我們要出兵去協防等等 我不知道談話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明天大家關注嘛 如果過去拜登的 對於台灣議題的明確說法 在明天都改口的話 這是一種 如果拜登的過去明天說明天都不談的話 這是第二種 那第三種就是繼續講 繼續講說那個台灣議題 台灣是民主什麼 那就不一樣了 但是這個繼續講的可能性低 如果拜登還要堅持這個說法的話 可能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峰會了 就像很多人都在問說 為什麼晃翰你 2015年跟馬英九 去那個馬習慧的時候 沒有當場怎麼樣 我說如果你要當場在那邊翻桌 要別這個國 我有別喔 觀眾朋友我有別 馬英九沒別 那我們有問說馬英九 你不是都有個國旗 為什麼不要 他說因為磋傷的結果 習近平也不要帶五星旗 我也不帶國旗 習近平本來就沒有帶五星旗的習慣啊 是啦 但是國際搶合的話要帶也是可以 就是說彼此都有個磋傷 什麼話題談什麼話題不談 所以就是說明天答案會出來 那我覺得還是那八個字嘛 可以競爭避免衝突 既然是避免衝突的話 拜登不再去談台灣的議題 我看到美國有很多的專門報導 就是說習近平在等拜登的一個說法 就是不要再講就是 如果兩岸發生什麼問題的時候 會去出兵 你可以這麼做 但你不能再公開這樣講 那就看拜登做什麼 我認為拜登會繼續講啦 第一個是美國國內 國會啊 媒體啊 你不可能示弱嘛 他現在抗中反中的情緒這麼高昂 總統怎麼可能不表 講要講 但是有沒有結論另外一回事情 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算你不想講 媒體也經常問你啊 美國那個媒體要問你 白宮記者會 國務卿被問 國務卿被問 最近世界上每天都要問這個問題嘛 你不想講對不對 你越不講我就越要問你 老共打台灣 美國要怎樣 老共打台灣 美國要怎樣 不能戰略模糊 講清楚要怎樣 他一定會繼續問嘛 國會議員也會問啊 所以就算拜登不想講 他也被逼得不得不講 因為現在全世界看起來 美國自己也說 他唯一的對手就是中國大陸嘛 雖然中國我認為還差他一節啦 雖然這某些科技可能有突破 但整體來講還是差 但是你還是第二大的啊 最大一定要把你的第二大打下去 你只要出頭就要打下去 西方向來如此嘛 那俄羅斯已經不是對手了嗎 既然不是對手 我幹嘛跟你吵呢 不需要跟你吵嘛 所以老共的問題不會停止的 那今天他們也不是對台灣好 因為老美對台灣多好 那麼早前不對台灣好 他因為反老共 反中共 所以才對台灣好 他知道對台灣好 老共就會生氣 我就是要你生氣 我就是對他特別好 你氣你就是這樣嘛 那個三角戀愛不是這樣 我就對他故意對他 讓你氣你就氣你 他就是這樣氣你嘛 你氣就上我的當嘛 你不氣也不可能嘛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氣 所以我認為美國包括媒體 包括國會 這個問題他不會放鬆 因為他知道 這個問題就戳到你的痛處 戳到你的癢處 你非要撓一下不可 乃經我補充一下 是 請說 就在前一天 布林肯不是跟王毅見面嗎 對 那布林肯說希望北京 以符合台灣人民意願 跟最佳利益的方式 展開對話 對 那北京昨天是全面批布林肯 說他釋放錯誤訊號 是 然後王毅直接向布林肯要求 希望拜登能夠講出反對台獨 那布林肯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拜習會處理台灣的基本模式 那拜登會不會講 反對台獨 不會講 你現在要看 美國以前最多看 以前克林頓有講 他講不支持 不支持 美國一向 老共一向是反對台獨 美國說我不支持台獨 但是我們沒有反對 搞不好這個 搞不好拜登會說他不支持台獨 不知道 那個就是柯林頓模式 柯林頓新三部就是不支持台獨 因為柯林頓的這個新三部 在之前的時候 因為他新三部裡面有很重要的 其中有一項是說 不支持台灣參加以這個國家為名義的國際組織 可是之前那時候 美國那個國務院從布林肯到他們的這個官員 就開始去操作 操作說要有讓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加聯合國等組織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似乎有點點在去 像這個柯林頓的新三部在做挑戰 對 這個對於大陸來講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很重大的事項 所以說為什麼王毅要去跟這個布林肯說 你們要做真的一個中國政策 就是不要玩假的 對 這個東西都包含在